在24个人的神乐里面 呈现出 所有在音乐 冲作艺术云上整个路 每个夜晚 每个清晨 每个时刻 我们都不断重复听着 从 肯定到否定 再肯定到否定 亏为四年 歌坛天后 宣亚轩终于带着 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不如先庆祝 能在一起等新作品回归 本以为 接下来会是兴奋庆典的氛围 没想到日前 她在IG贴出 头部受伤见血的照片 画面相当惊悚 今又公开了 当天躺担架送医的 事故现场影片 表示这就是赤裸真相 从爆出的视频画面看 宣亚轩在现场被抬上担架 当时是头部发生重创 从她的表情 可以看出是非常疼的 不过她在现场 还是表现的比较镇静 在到达医院之后 医生非常仔细的 给宣亚轩做包扎 因为受伤比较严重 所以最终 她的头上被裹上了 几层厚厚的纱布 昨日宣亚轩也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自己受伤的头部画面 伤口的位置 是在耳朵的上方 伤口很长很深 这血淋淋的画面 简直让人后怕 从中也可以看到 当时的肖亚轩有多疼了 谢谢大家